葛珍纳夫河河流的对岸 就是缅甸罗新亚人居住的若开邦 近日从缅甸逃难到孟加拉的罗新亚人数 再度达到高峰 罗新亚人在10月9日与缅甸警方爆发冲突 造成9名援警死亡 8名罗新亚族人也在冲突中伤命 缅甸军警再度对罗新亚难民营区 实行高压控制 甚至纵容佛教徒迫害罗新亚人 使得罗新亚人被迫远离家园 火炮3 火炮3 火炮目 火炮3 火炮4 火炮3 火炮6 火炮3 火炮9 在緬甸有110萬人口的 羅興亞人 被人數佔多數的佛教徒 視為是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 沒有公民權 被迫住在羅興亞難民區 遷徙的自由也受到嚴重限制 從2012年到現在 已經造成至少86人死亡 3萬人流離失所 當地居民汉人權組織表示 緬甸軍人強暴羅興亞女性 放火燒民房 殺害族人 緬甸政府和軍隊 則否認這項指控 並表示他們是與伊斯蘭教的 羅興亞叛亂分子作戰 洛凱邦諮詢委員會主席 同時也是聯合國前秘書長的 Kofi Annan 在12月2日到3日 拜訪羅興亞族人世居的洛凱邦 希望這個議題能夠和平解決 國前秘書長的 人活機構的人道援助工作者 目前尚未統計出逃出緬甸的 羅興亞人人數 但他們擔心這些難民 後續的人權狀況 喊著直接行動的口號 12月2日 孟加拉境內的穆斯林 也發起聲援行動 公佈一張張羅興亞族人 受害的照片 呼籲緬甸政府出面解決 讓羅興亞難民 能早日重返家園 在12月4日 馬來西亞總理則在一場 穆斯林為羅興亞人 祷告的聚會中 發表演說聲援羅興亞族人 世界都不能坐在旁邊 看監視狀況 世界都不能只說 看 這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問題 當然在馬來西亞進入瞭解時 竟遭到緬甸政府 時職領導人翁山蘇基拒絕 我向外國出身上 我向外國出身上 去署 Norpidor 我向外國出身上 OnSungCy說 什麼 如果你想見我 在困難民事業的事 當然 But I am not willing to see you if you want to discuss The Rohingya issue 缅甸近日对罗兴亚人相当于 种族灭杀的行动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甚至有民众呼吁诺贝尔委员会 除去翁山苏基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如何化解这场族群和宗教仇恨的冲突 让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再次回到家园 被认为是翁山苏基政府保障人权的承诺中 最大的挑战 记者阿兰 杜希 林波红 整理报道